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个拜师仪式 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声艺术作为一种传统艺术 特别注重师承 也就是替祖师爷传道 今天我们在这专门安排了一个拜师仪式 郭老师要收两位徒弟 在我们相声界叫百知 基本上原来这种仪式都是在我们相声业内举行 参加的人员来宾也都是业内人士 可是郭老师今天专门把这个仪式安排了咱们这个场合 它是有良苦用心的 第一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更加形象直观的了解我们的相声艺术 最重要的是观众啊 是演员的上帝 有这么多上帝参加这个活动来见证我们这个拜师仪式 多神圣啊 感谢你上帝们 话说回来了 能够拜在郭德纲门下 作为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呀 可以说是渴望不可及 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华灯初上喜气洋洋 欢歌笑语天降吉祥的时刻 这两个幸运的年轻人是谁呢 一个叫严云达 一个叫李云杰 大家掌声欢迎他们这场 请他们两个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都替你们俩美的哈 云达你先说呀 云达呢跟着郭老师17年了 郭老师那会在天津的时候 听说您就给郭老师在你家的客户头了是吧 对对对 在九夕宴前三个头 然后呢今天算是一个正式的拜师仪式 然后心里非常的激动 感谢大家的光临吧 这是李云杰 李云杰呢跟着郭老师也七年了 对 而且李云杰是西河平书门 还有相声门 两门都扣的郭老师 是吧 对 我记得是去年7月13号 也是在北云杰剧场 在这 北云杰剧场 是不是 拜的郭老师 当时是西河平书门 是 在西河平书门呢 郭登刚老师呢叫郭增福 您的一名是 我叫李景林 哦 那个今天呢 两位年轻人 拜在郭老师门下 都是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 咱们接下来呢 就有请尹宝袋好吗 好 好 有请尹宝袋 尹师 宝师 代师 尹师是大家熟悉的于谦老师 宝师是高峰 呃 代师是 侯震 大家好 来请我们的尹宝袋归位 坐好 嗯 接下来呢 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我们的 他们二位的恩师 郭德刚先生 上场 谢谢各位啊 今天很高兴 有这么一机会 这个演出是我跟于老师 合作十周年 系列专场之一 今天是收徒的 这俩人 跟落好些年了 当初在天津 1994年 呃 那时候我还在天津 没出来的时候 这孩子 拜我为师 但是后来因为拆迁 我找不着他了 啊 我十好几年没看见他 一直到前几年 才到北京来又找着 所以说他在我所有徒弟里边 算是入门最早的 但是举行仪式算晚的 啊 从专业的角度出发 这属于是倒呛锅啊 啊 啊 这是李云杰 也跟着六七年了 早先最早 是我西河评书门的徒弟 现在呢 也算是相识门的弟子了 这是两位 硕果仅存的 云子科的弟子啊 现场来了好几千人 各位来见证这个 不太神圣的时刻啊 代表德云说 谢谢各位 另外新年到了 给大家拜年了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呃 我们的拜师仪式正式开始 有请我们 两位 仆人呆 给引诗宝石代诗 先鞠躬致谢 行拜师礼 三鞠躬 一鞠躬 二鞠躬 再鞠躬 好 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两位年轻人呢 给饮食保湿代湿啊 送礼品啊 这还专门为 拜师医生还来一礼泡 来来来来 这还有我的呢 太好了 我下次申请郭老师以后收图 我都当主持人的了 机会很多 好好好 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 饮食保湿代湿的代表 高峰至此 非常感谢我们的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也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徐广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 和大家聊成两句 今天是个好日子 新年的第二天 在北展剧场这个地方呢 我又见证了一次神圣的拜师仪式 郭德纲老师再开山门 收两名弟子 严云达和李云杰 正如刚才郭老师所说的 这两名徒弟呢 在很多年前 就和郭老师建立了这种师徒关系 但是我们相声演员 真正拜师学艺 要举行百之仪式 就是今天所谓的拜师仪式 李云杰和颜云达 今天有幸拜在郭先生门下 首先向二位表示祝贺 给你们道喜 同时也应该向郭老师道喜 为什么呢 喜收两名爱徒 我们的相声事业能够传承下去 再一次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 到场和我们共同见证 这一神圣的时刻 谢谢大家 祝大家开心快乐 新年幸福 谢谢 高峰老师啊 口才特别好 你看戴眼镜文质彬彬的 为什么呢 那个说他为什么口才好呢 因为他说相声呢 也不完全是 因为高峰老师啊 在大学时候就属于科班出身 说相声啊 在大学的时候专门修的水产专业 这不碍着啊 好 接下来呢 举行我们拜师仪式最重要的时刻 请两位徒弟向他的恩师 郭德纲先生 行拜师礼 三鞠躬 一鞠躬 二鞠躬 再鞠躬 咱们的主要仪式 据鞠躬拜师礼 完了接下来呢 请两位徒弟 给恩师要送上礼品 请二位 两人一块 让严严甲给你 一块拿给你 接下来呢 咱们那个郭老师啊 还给你们俩准备了回礼 下面请上郭老师 给两位徒弟的回礼 是我们相声三宝 好 大家用掌声 祝贺他们二位 也祝贺郭老师 喜收爱徒 你们俩 最后是不是说几句 那个能够拜在师父门下呢 是我今生最荣幸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们相声有句老话 师徒如父子 今天我师父 然后隐师 保师 带师 我就算多了四个爸爸 这凑一桌麻将行了 开个玩笑 师徒如父子 这是一句老话 我会像真的 像孝顺父母一样 孝顺师父 师娘 然后跟师父 好好学习相声 然后把更精彩的节目呢 奉献给大家 谢谢 小言说得非常好 接下来呢 咱们请李云杰 也说几句感言 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拜师仪式 心里边非常的紧张 因为呢 拜郭老师呢 是我们哥俩 很多年的夙愿 一直就没有实现 今天在这个隆重的场合实现了 心里边特别激动 首先呢 感谢各位能参加这个拜师仪式 我在此呢 给大家深深的居上一躬 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多年的支持 这个我们是云子科的 当然我们的艺术啊 很刺 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我们以后呢 会努力的 刚才云达师哥说的很贴切 以后呢 我们会很好的孝顺师父师娘 最主要的强劫一条 我们哥俩是绝不退社 饮食保湿 但是保湿是高峰 出了事 现在都是经责任追究制 高峰你等着啊 接下来呢 请郭老师做总结发言 谢谢各位啊 按说说向这个收徒的仪式啊 都是偷偷摸摸进行啊 我们一般都是啊 请同行们 大家一起吃饭啊 然后一起在九西宴前举行仪式 后来我们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因为这个吃完饭回去东霸街啊 我们就省事了啊 新事新办 放在舞台上 让大家见证一下 我说他师父 他是我徒弟 就这么简单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替祖师爷传道 不是为了我如何如何 挣了钱 是他们的事 做着那三位叫引宝带 引师保师带师 引师 有人把他们引荐到我这 保师 保证师父对得起徒弟 保证徒弟对得起师父 带师 现在都说这带师是代替师父 这是错误 带笔师 过去拜师有门声帖 负责写字的 那叫带笔师啊 三位老师也都在这了啊 我们对这两位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岁 他们老这么客气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么些年来 跟你一起说相 这两孩子非常的好 各位多支持多捧 就像当年捧我们似的 这么支持我们的孩子们 谢谢各位 新年快乐 另外想说最后一句话 今天所有的礼物 都是德云华福赞助的 谢谢各位 好 拜师仪式到此结束 接下来请我们 引宝带 还有我们郭老师 还有我们带着我们 两个徒弟啊 一起向我们 这么多见证人 向我们的上帝们 出席我们的拜师仪式 作为见证人 表示感谢 鞠躬致谢 好 我们的拜师仪式 到此结束 我们的拜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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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是否 主持人